我和崔發做完直播的小孩打針後 過了兩天我回家,坐升降機,那裡很高的幾十層 坐升降機有一對父子走進來,爸爸就跟我說 我說我剛看完你和崔發,我兒子也和崔發錄了一個訪問 我說是嗎?他十二歲而已,鄺小朋友 他談了,挺有趣的 我說好呀好呀,你知道在升降機說不了多少話 大家就拜拜,我一回到家裡還沒記 崔發就傳了一條片給我 你可不可以放在你的健康蛋那裡 我和一個小朋友做了一個關於疫苗的小朋友訪問我 他十二歲而已 我一看,那個小朋友就是我同屋,樓上樓下 當然要,當然好,催化 多謝你給這條片給我 所以我現在就想大家一起都捧著牆 留意一下一個小朋友,十二歲而已 一本正經去問關於催化一些關於疫苗的問題 從小朋友的角度都有趣,OK? 麻煩催化給這條片給我 亦都麻煩了阿鄺小朋友 Hello,大家好,我是Alfred 現在十二歲以上的年輕人都可以接種復必泰疫苗了 不過相信家長都有很多疑問 現在我就請我身邊這位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William 跟我們解答問題 Alfred,你好 William藥劑師,其實我們打的劑復必泰疫苗 是否跟大人打的劑一樣呢? 是的,大人打的復必泰疫苗 其實跟青少年打的一樣 都要打兩劑 一劑和兩劑都是21天的 但最緊要記住就是兩劑一定要接種完 然後才會有足夠的抗體 很多家長都擔心打不復必泰疫苗 之後會不會發燒? 是的,很多人都會問 其實青少年發燒 都是一個在很多群組之中 常見的副作用 其實它的發燒都是一些輕微的發燒 涉事37.5度至38.3度 一日起兩日子 不用擔心 最緊要是喝多點水 以及要休息多點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不用擔心 其實打完針後 那天可不可以上學呢? 其實青少年如果打針後 我們都建議他休息一日 甚至乎兩日 因為常見的副作用 包括有疲倦和針口有些痛 所以我們都不建議他馬上去上學 其實打完針後 那天可不可以做運動嗎? 我和那些同學都很喜歡打球 這個問題 其實打完針後 最常見的副作用 就有疲倦和哄吐 而且最緊要就是 我針口有點痛 所以我們都建議 青少年打完針後 都要休息一日或者兩日 但我聽同學說過 打完針後會患自閉症 是否真的? 很多家長擔心接種疫苗有自閉症 但到現時為止 這些研究都沒有證明 任何疫苗導致自閉症 所以家長不需要擔心 尤其是在美國 這麼多人打了 其實是很安全的 我看新聞說 年輕人打完針後 沒有說心肌炎 是否真的? 在美國 因為他們接種開始 從12歲至15歲 他們有些個案 都有心肌炎 但在研究數據 暫時沒有一些因果關係 一般來說 這些都是一些 年輕的青少年 其實在醫院幾天就出院 其實是很輕微的 如果有些青少年有哮喘 是否不能打疫苗? 如果這些青少年有哮喘 甚至乎有濕疹 其實是可以接種疫苗 但要看回病情 如果那個哮喘或濕疹 還未控制 還未穩定 其實是一定要穩定 才接種 以哮喘為例 其實我們所謂 穩定或控制的病情 就是一個星期之內 沒有兩次病情的突發 或者晚上起床 因為喘得厲害 要窄醒 沒有這些症狀 便會控制 如果真的有 讓它穩定了才接種 如果青少年有食物敏感 那是否能打疫苗? 如果青少年有多種食物 有嚴重的過敏反應 甚至乎有多種藥物類 嚴重的過敏反應 其實一定要諮詢醫生 才好接種 我們所謂嚴重的過敏反應 包括口腫、臉腫 還要加上呼吸有困難 或者血壓有下降 才叫做嚴重的過敏反應 如果純粹是皮膚的反應 其實這種不算嚴重過敏反應 我現在才想 原來十二歲 還有其他疫苗要打 其實可否跟新冠疫苗一起打 是的 很多青少年都問這個問題 其實十二歲的青少年 還有一些疫苗要接種 例如一些白喉 破傷風 八日咳 小兒麻痺 這個都會在十二歲會接種 另外一些女同學 有機會會接種 最後一針的子宮頸癌疫苗 所以接種的時候 就要告訴醫生 還有要隔了最少十四天 才好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其實今次的新冠肺炎 最主要都是對老人家最大危險 那麼我們是不是打針都可以 很多青少年都問這個問題 為何老人家是高危人士接種 為何我又要接種 其實看回以往的數據 其實青少年雖然感染病徵比較輕微 但我們都有一些部分的青少年 都會有機會有嚴重的個案 嚴重的個案甚至乎 好之後都有後遺症 所以我們建議青少年都接種 第二樣東西最重要 就是因為其實青少年接種了之後 其實對家人或者長者 都有一個屏障去保護他們 今天就很感謝William 若仔師幫我們解答問題 相信家長和同學都安心很多 大家都盡快篤時間打針吧 是的 青少年接種疫苗 除了保護自己之外 就保護自己的家人 特別是長者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社會責任 無論是成年人 青少年其實都要做的 如果有其他問題 可以問自己的家庭醫生 或是藥師 再果然睡在一起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even F